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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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們的攝影一周 今天又是阿嬌sir 師傅 最近有些好消息 疫情在香港來說 減退了 每天都是幾單 希望一直維持 因為衛生署要連續二十八人 有了幾天 我也很開心 我們差不多14天加14天 都28天了 大家都在家 家居防疫已經 兩三個月了 真的受不了 真正正 大部分人都是三月頭開始 三月頭很嚴峻 二月已經開始 疫情就是二月開始 但多數人 即是迫著回家 都在三月頭 三月頭到現在 都整個多月了 好了 今天第一件事說的 就是我們 我們講了幾個星期 十萬mil 十萬mil 現在已經十一萬多了 我們選出了一個 因為其實很少人留言 還有很多人留言 嗨呀 多謝師傅 那些就不算了 我們終於選了一個 Joseph 恩 他呢 給了幾個 意見給我們的 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會通知他 怎樣拿的了 我們已經講了第一個 我們還有一個 還未選擇的 就是那個 私人的 空氣 空氣 還未選擇的 你們可以繼續留言 我們就會選出第二個 出來的了 好 我們今天看看有什麼 新的介紹 我今天新的介紹 今天呢 我主要是講 騰龍 騰龍其實是一間 副廠 最近近年 最近翻出了 很進取 是 那 他已經呢 在 Ruma 那裏 出現了兩個 很特殊的東西 就是 他們登記了兩支鏡的 專利 注冊 那就是一支叫做 70-130 咦 這麼厲害 嘩 大光圈 大光圈 我覺得呢 為什麼 這支很奇怪 二光圈 通常二光圈的鏡 一定是定焦 是啊 是啊 你很少見二光圈變焦 少驚 二光圈 真的甚少 會很大支 是 但是可能 因為無法的關係 它小一點 但是它又不敢 Range 大 你想一下 70-130 兩倍大 OK 我這樣看 這支70-130 的2.8 就剛才你也說了 大部分的鏡 大部分的鏡 都會出定焦 沒錯 即是可能 2.8 或者1.8 這支更加明顯的 定位 就是 想一支鏡 殺光你們 所謂中段的大光圈人像 沒錯 即是如果你考慮 想買一支85 定焦1.8 或者135 或者105 定焦2.0 或者想買一支 135 你就不用想了 不用了 一支 殺光你們這三支 即是我們以前玩人像的 所謂人造鏡王 對 因為我們經常上課 很多學生經常問 師傅 究竟我買一支85號 還是105號 還是135號 現在不用了 一支 殺光 好厲害 好厲害 另外又登記了一支 244 這支大炮 但是Canon 可能有 這支 基本上它可能會便宜 這樣就有得想 沒錯 這兩支 是未是 即是說的 可能隨時出鏡才會有 但是有一支 出了街 而街裏 其實已經有很多 Youtube卡 正在試用 就是 他們的騰龍 新大三元 最後一支 7180 2.8 咦 2.8 2.8 2.8 就應該是 它的最厲害 以前Niccoin有一支 7180 不過就不是2.8 那支是Marco 那支是Michael 所以是不同的 但是它這一支鏡 現在 因為 譬如我和阿師傅 近年 我們都是用 70 2.4 為什麼我們不用2.8 因為現在太重了 還有數位的時代 你似乎覺得2.8和4 在某些位置 我們只要拿 前景和後景 可以做到的 所以 就放棄了一支 重的 因為我們真的用70-8 我真的不會用2.8 我都收到4 對 你總是這支 八支 八支 那我的同學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也是 其實我前幾段都說 我們要用無反 機身輕了 但是鏡子輕了 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 我覺得騰龍 是回應了這件事 是 它就是出了3支 大三元 大三元 新式大三元 新式大三元 我們以前 十幾年前 我們零幾年 大三元 是怎樣的呢 那支長的 1.5kg 是啊 那兩支短的 700幾 800幾 不是啊 那支24-70都差不多 990 很離譜 以前800多 越出越龜 總之三支鏡子加起來 3.5-4kg 是啊 不計幾身 加起來 加起來就超過5kg 如果你拍照 背著 真的 很重 十公斤 真的要命 所以 現在這個騰龍 大新大三元 最小的17-28 當然 師傅覺得它很遺憾 沒有15 是啊 但是它400G 400G 那支 standard的28-75 它就500多支 加上這些最重的 都是800支 所以三支加起來 1.8kg 三支幾乎 等於別人一支 重一點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也是一個新趨勢來的 何況騰龍現在鏡子 比較便宜 質素很漂亮 比較便宜 呃 它的街價 就是差不多 它的廠價都是 九千多 七千多 六千多 甚至乎 我見過在這個 星際 17-28 因為出了一年 大概 是五千多元 甚至乎 水貨可能四倍 所以 適合拍攝風景的 朋友呢 不用說太重 如果怕太貴 太重 其實騰龍 是一個好選擇 是啊 為什麼呢 其實副廠 都有其他選擇的 大家都知道 Sigma Sigma 越做越漂亮 和越做越貴 越做越貴 都越做越重 越做越重 是的 令人又愛又恨 現在呢 我們多給市場的選擇 給大家 如果不想那麼重 又想便宜一點 質素又一番 保證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騰龍 騰龍是一個好處 這個取向是好的 其實歷史上騰龍 應該老牌的星馬 不過 以前 即是 我們十幾年前 那時候 買器材 買最多 和影響最多 的時候 正廠和副廠 是有一段距離 是的 即是我試過 我那時候用騰龍 和真的 哎呀 買一支24-70的 Nikon 是差一點 那時候的馬打 是差一點 速度 但是 這一兩年 就算我們三個 認為 咦? 差很少 差一點 甚至有時優勝 我可以這麼說 我可以這麼說 有時優勝 沒錯 即是 Stigma 最近的Arts 大家都覺得它是勝過原廠 不貴 不是的 Arts 開初出的時候 不貴的 總之 我覺得 對於市場來說 多個選擇 始終是好的 沒錯 這個就是 下次 我們看到現在 好像很多人都 對 我們下次有沒有機會 拿來試一下 對 做一次來試試給大家看 我們已經在問這個 這個 騰龍 借資給我們試一下 不過呢 要大家幫忙 因為呢 你知道 無論這些廠商 多點例 Canon Nikon 什麼呢 就算騰龍呢 都要看 我們 多人看 多點subscribe 還有 就是我們 多點產品給大家試一下 這樣 那我們呢 就有力量呢 可以跟這些廠商 拿些產品 幫大家試 給大家 給大家報告 大家 就要大家幫忙 記住 share給朋友 多點人看 我們才有力 可以叫多點 供應商 給多點產品我們試 好 那還有什麼 我講完了 我那部分人來講 有什麼話說 不如我來吧 因為我這次好像有些話說 因為呢 大部分呢 這陣子大家都在家 吐了很久 好少 都想去做運動 但是呢 很無奈地出去走山 周圍都很多人 我試過出去走山 嚇死我 我走到千島湖那裡 有很多人 有些人平時 如果做運動的 走去 運動場跑步又沒有 封了 到健身室 你知道前一陣子 健身室又糊了 對不對 那些 現在屋邨那些 全部都關掉了 是啊 就算不糊了 你都關掉了 不能去 那 對於有些 平時做運動的人來講 真的挺慘的 嗯 那 今次呢 我就想介紹給大家 可以在家居裏面做運動 一個 那就是 那就是 新的游戲機 哦 游戲機做運動 是啊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先介紹我自己 打游戲機的歷史 那其實我只有兩個月的 打游戲機的經驗而已 我從來這麼大的兒子 是沒有打過游戲機的 但是在疫情之下呢 我就開始買了一個PS4 就在家裡玩一下 其實呢 最主要都是給我太太 有時候 就是在家裡太悶了 就不出去 那她就打那些什麼 煮飯仔啊 駕駛車啊 那些 她說得很開心 因為她從來都不打的 但是呢 她竟然好像打爆機的 很厲害 原來我太太 打你的機 看到她不停地打 駕駛車啊 還有呢 PS4呢 有一種遊戲 挺適合大家玩的 就是那個叫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呢 我有時候很讚賞PS4 她做的那些3D效果 這個很好玩 她的細節 臨場效果 是令到你覺得 真的好像在做運動 很好玩那樣的 嗯 所以這個PS4呢 就是我們這些 對於未曾玩的遊戲機人來說 當然是大開眼界 可能大家玩開 就只是覺得 你真是壞了 這些還不算厲害 這個我承認的 好了 除了買了PS4之外呢 近期 我的女兒又在外國回來了 又要家居檢疫 旁邊那些 那些很悶的 那我太太呢 就買了這隻 嘩 嘩 這隻就厲害了 Switch啊 哈哈 我真的不懂得玩這些 這些 這隻Switch呢 我太太很厲害 到處去找 真的 斷了貨 嘩 缺貨很厲害 而且要炒價 吃炒價 我家裡有兩隻 這隻是大的 還有一隻小 那個叫Lich Lich Lich版 但那個Lich版是不可以上網 亦都不可以搏放電視機的 就這樣打 但是這隻遊戲呢 我太太就不用買炒價 她不知道很厲害 她剛剛有一天 她供了上去 竟然被她買到 不用買炒價 那時候呢 就買了一隻 每個都玩得很開心的 叫做什麼 動心 動物森林集合 嘩 這隻很厲害 你知道有什麼厲害嗎 大陸不讓玩 是啊 大陸不讓玩 哈哈 那這隻動心呢 就 現在真的基本上 你打開報紙 天天有她的新聞 是啊 還有斷貨 炒價炒得很厲害 我們 我們影片出街 隨時 那些廣告就是這隻 是啊 那我就在問 這隻有什麼好玩呢 為什麼我說 我女兒不玩PS4 那麼大個人幕 都不玩 要創造 那原來這隻動心 後來我看了我女兒玩 我都真的很佩服她 我覺得這隻真是遊戲中之遊戲 她是什麼呢 她是一個 就是一條人 你自己 可以化妝 可以化妝 自己 自己設計的形象 戴眼鏡也好 戴帽也好 戴帽也好 戴什麼衣服也好 你自己變成蝙蝠也好 變成李小龍也好 就是你服裝自己去選擇 那接著呢 她又給了一個島 那你就在一個島上 一個島的方向 什麼都沒有 你就要建屋 那她過程當中呢 你又要種樹 斬樹 看到石頭又要掘一些礦 看到有些洞 你可能掘出來有化石 那你河裡有魚 又可以釣 無端就是釣魚日 釣魚 那你可以儲很多不同的動物 因為它有一個博物館給你 那你真的捉到的東西 就放進去博物館 然後就養在這裡 哇 很精彩 其中有個深水管 有個蝴蝶圓 哇 這些蝴蝶真的很貴美 就是我們喜歡拍照 有時候都喜歡 想儲一下 那你可以儲幾十種蝴蝶在這裡 很漂亮的 很多不同的動物 加起來有幾百種 那你只捉一下動物 很開心 那這遊戲很有趣的 它是按實時的 譬如你住在南 北半球 它就跟著北半球的時間 譬如你八點鐘 它有八點鐘 天黑就是天黑 天光就是天光 那晚上呢 譬如你 那些店鋪都關門了 那些朋友沒有在這裡 那你就要睡覺了 或者自己做一下 做一下手工 建造一下傢俬 做一下衣服給自己 那讓我想起呢 好像 我們以前在冰島 有時候都見到一些人 那些小朋友 在一條村子 旁邊這麼遠都沒有 鄰居 那晚上有什麼好做 其實他們就是在這裡做一些手作 其實這個遊戲是很反映真實的 很反映真實的 那它是需要你 譬如你自己的島 不斷建設 你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是需要有錢 去賣東西的 那你的錢是什麼呢 你可以自己用種水果 可以自己去釣魚賣 或者去捉一些東西去賣 那你自己的島 是你自己的產品 那譬如你自己的島 只有蘋果 那你又想 蘋果就只有自己 不會很高價錢 那你又可以去別人的島 找別人的士多啤梨 蠻桃梨 豬魚之類的 那那些賣得比較貴 那些賣得比較貴 釣魚 其他動物都是 你去不同的島 很現實的 去不同的島 去探索 那那些島是怎樣去呢 你只要買飛機票的 買飛機票去那島 你存錢 甚至這個遊戲的好玩之處就是 它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一起去你的家 一起唱歌 一起玩 一起聊心事 聊聊天 即是網上邀請那些朋友 是的 例如你有玩 我有玩 例如三個人有玩 可以邀請你去我的島 或者邀請你去我的島 大家一起去聊聊天 甚至它本身 你自己的島 它都有不同的動物在 那你一定要跟它聊天 如果不一定要跟它聊天 它有時就會不開心 它會離開 甚至它跟它聊天當中 你關懷話它 它就會爆一些秘密給你聽 那些秘密 譬如說什麼時候有流星 什麼時候有什麼經過 你就容易點去賺錢 拿多些東西 所以這遊戲是 用來建立一個 解悶的人的關係挺好的 其實跟真神是很相似的 我見到這個遊戲 我見到我女兒在玩 真的挺有趣的 我也想玩 但是問題是這遊戲 應該是一機跟一個人的 一機跟一個人 即是跟我們以前的遊戲 是的 如果你再玩 我想可能你要買過一部 即它不可以上這個 其實它可以轉帳帳 所以不能遊玩 但是問題是 很神奇的就是每个钟头有不同的音乐 晚上的天气是黑色的 临天光6点、7点钟 天气会慢慢光 有些黎明日出的感觉 就是很真实的 所以这款游戏不怪它真的 今年可以打赢PS这么小 一只这么简单的游戏 是任天堂 任天堂,Switch 我们一起强调 我们这几个老人 真的很少玩这些东西 我是甚少玩电视 但是看到它这些 都真的很佩服 那只动心 我女儿正在玩 我就没理由搞它 而且它都要把 因为它经常要做事 不断建议 钓鱼 就是 拿了它很长的时间 就变成我懶得搞它 但是 除了这款游戏有什么好玩之外 然后它早前 还有一款游戏是更加爆 在去年10月 未曾有动心之前 就已经有一款健身环大冒险 哇 一出时又是卖到断了 这款炒价已经要厉害了 但是原来那款健身环大冒险 炒价更厉害了 原价是580港元 但是炒到最高的 曾经炒到2000多元 一个机 一个机 是的 那我买的时候也很坏 因为我也是早一个星期前买 那我就玩了一个星期左右 那我买的时候也是炒价来的 我想也会被人罵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不要炒价 但我们这一些不是游戏机 不是常行普及银行 것을扮设 但是炒价 $1180 same 我觉得可以了 那就买了 就是这一款了 哇 这一款 那我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這只是什麼來的呢 我真的很佩服這件事 健身環 健身環,大冒險 那時候很厲害的就是 一出的時候他找了日本的國民女神 薪環結衣做代言人 一出就賣到爆了 好,他很有趣的 他有一個東西被你綁在腳上 連手按鈕在腳上,做了一個看感的 然後就有這樣的環 嘩,我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1100元收的,有這麼多部分都不是 對於我們老人家來說 對於我們老人家來說就沒有所謂 好過只有卡 不是,那塊卡那些我以300-400元,我只賺1元 他就把這些遙控放進去 也有這麼多食材 好,他又有彈性的 你玩的時候就一直這樣做動作 拉行 他就有個體感在電視機上 你又知道 好玩之處是什麼呢 他真的可以讓你當健身肉 我現在每天玩大概一個小時 消耗了三百多卡路里 每一次 玩完之後呢 我全身出汗 頭髮都滴水 然後呢 你玩的時候一定要鋪一張瑜伽箭 然後呢 穿了運動鞋 穿了運動衣 一邊玩 玩完之後就出汗 然後呢 他就有些動作給你休息 休息完之後呢 可以洗個澡 真的好像健身一樣 那他呢 就有遊戲拍 遊戲這一拍 你一邊玩 一邊打怪獸 一邊冒險 一邊玩 一邊跑步 一邊跑,一邊跑到體感 就測到你跑了幾多公里 另外呢 就有一些就叫做自我鍛鍊 自己編了一些課程給自己 那我就編了十幾個過程給自己 那裏呢 足足跑了十公里 一次跑十公里 我平時上街都跑不到十公里 足足跑了二十幾三十分鐘 玩完之後全身 真是累的 我記得我頭一兩盒玩呢 我的小腿是冤的 二十幾三十分鐘你跑到十公里 跑到啊 即是假的 總之呢 我都覺得他應該沒那麼厲害的 但是 他真的令到我動得很厲害 那還有就是 一邊玩的時候 他有一個畫面是很漂亮的 譬如跑步 可能是高山流水啊 雪地啊 一邊玩的時候 他旁邊有些動物經過 那你有一些錢 你可以繼續拿這些 跳啊 跳躍啊 飛天啊 然後提高跑啊 然後又要打一下怪獸 他有很多指示給你 令到你去鍛鍊的 嗯嗯 他每一個 每一個小遊戲當中呢 他是可以讓你鍛鍊你自己選擇 譬如你可以鍛鍊三角肌 鍛鍊胸肌 鍛鍊腹肌 鍛鍊腹肌 一邊玩 他就用這個遊戲呢 令到你可以鍛鍊這些肌肉 那真的有一個效果在 那 玩完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休息的過程 那玩之前呢 也有一個 就是Warn Up的過程 那所以呢 他呢 是跟真實去健身很相似 那甚至呢 他做得好的時候呢 他會有提示 你做得好 他會比個分數高一點 那這樣 那變成你就不會說 啊 亂做這樣 那我經常覺得 有時候大家可能都有健身的經歷 你一邊玩健身 你當你浸入這個 就是健身跑步 做運動 那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 很多時候 你是跟那個教練在那裡 抗衡 在講價 哎呀 收你多少錢 便宜一點 其實是很困擾的 你明白嗎 他在你旁邊 對呀 咦 其實 你一點都享受不到健身的樂趣 不斷跟他抗衡 哎大哥 你又想我怎樣怎樣 就說要考慮幾個堂 那你的課程遠了 什麼時候裝上過 是啊 那你玩這個呢 基本上呢 那些很漂亮的音樂 很漂亮的畫面 浸在一些很開心的樂趣當中 那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分別 樂趣就是在這裡 那當然 你說是否做到 你健身這麼好的效果 我指定了哪個肌肉 就是做肌肉 那這個我就覺得不行了 那但是你說 如果對於我們這班人 又不是經常做運動 動一下出一身汗 所謂的大洋運動呢 這隻遊戲呢 就百分之百 是一定給到你 如果你能夠令到你流汗 出汗 是啊 有三成四成就夠了 這麼便宜 大哥 那些教練 一台都不像啦 哈哈 對不對 所以 我當然覺得呢 很適合女士 或者我們這些 上個年紀 平時真的不是很願意 有動力 每天去做運動的人 去玩一下 這隻東西 最初我也會覺得 咦 因為醫生說 起碼你每天做三十分鐘運動 是啊 這隻東西真的很好玩的 這隻東西真的很好玩的 所以大家 就是 買這麼多鏡頭 都要斷一下 你拿腳架的能力 是不是 鏡頭你將來做得好些 上山跑山 最重要它有一個優點就是 令你想玩 是啊 因為就算你買了什麼 健身單車 或者你買了跑步機 你不想上去跑 那你就浪費了 而且類似的 動體能的遊戲 體感的遊戲 其實有的 譬如跳舞 拳擊也有的 但我覺得那些 有點尷尬的 譬如你家裡 女兒看著你 你老婆看著你 你跳舞就很尷尬 你之後不是聰明 甚至你邀請朋友一起去玩 或者朋友來你家裡 你都不會叫我玩跳舞遊戲 對不對 但這隻健身就不是 這隻健身就是跑步 每個人都懂得做的 只要做得好 而且維持多久 那它有得讓你選擇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我們玩攝影的朋友 平時這段時間 不能上山去什麼 鍛鍊自己的體格 有時候會衰退的人 尤其是那些 我們叫五十肩 五十肩那些 一到五十歲有 五十肩 所以 平時都要練一下這些 做一些瑜伽 做一些體操 做一些體操 做一些輕量 或者鍛鍊也好 這個遊戲有很多很多 令你意想不到好玩的東西 給大家玩的 好嗎 我們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Gel Sir有機會都 我勝意全願 吃下炒價都要玩這隻 很好玩的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大家記得 記得 按讚和分享給我 記得幫一下 AVA這個頻道 我們製作了很多 很多的節目給大家看 又有師傅的PS 又有毛根Sir 的鏡子 又有每個星期 介紹給大家 各種各種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花很多的 前天我們會再多點 不同的頻道給大家 好嗎 關於旅遊 關於香港郊遊拍照 那些都可以 沒錯 好 今天就這樣 OK Like多點 Subscribe 拜拜